我已经上线了啊 你随时都可以来抖音联我 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直播一下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 两场对决 一个是德尔科维奇对阵德鲁 也就是这个诺威人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场比赛是 紫威斯威列夫 对阵这个西西法斯 这两场比赛相信也是 就目前来讲 也是就是 没什么可说的 最高水平的对抗啊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吧 好吗 比如说德约在罗马的禁忌之路 然后这个 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啊 拜着急啊 拜着急 我们来看一看 哦 现在是 难道说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场比赛应该是西西帕斯对阵紫威列夫啊 德尔科维奇的比赛应该是第二场比赛 嗯 这 怎么讲呢 其实真想再多开一口西啊 这个 嗯 行 没事 顶住压力 开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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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怎么有老子这儿啊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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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是吧 是吧 一会呢,我会邀请一个朋友啊,和我一起进行这个,和大家一块聊球吧,啊,因为是这个,由于这,怎么说呢,呃,版权的问题啊,这个, 这个,我没法放这个,呃,比赛的画面,只能是一边聊球呢,一边向大家介绍这个,比赛的过程和技术统计,还有两位选手的表现啊,嗯,这个,这个输入法的内容,好,罗马,大师赛, 半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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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场球呢,大家也是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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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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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推到这个东西吗 呵 知道了 哎呀 全部有了 为什么有 是 呃 茨维列夫呢 是在齐帕斯之后登场啊 然后应该说这两个人目前 目前的这个 嗯 嗯 嗯 这场比赛 我们的这个 嗯 哎呀 这边这个什么啊 不好啊 这个摄像头的这个什么不好啊 嗯 开了一个 我已经开始播了 嗯 目前呢 这个 嗯 嗯 嗯 我们再看一下啊 嗯 嗯 目前呢 这个 茨维列夫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三 嗯 齐齐帕斯世界排名第五 嗯 德鲁科维奇呢 排在第一位 这个不用说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啊 嗯 现在呢 裁判呢 再给两名选手进行挑边 嗯 茨维列夫呢 今天是穿了一件 坎秀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 呃 运动衫啊 然后 西里帕斯呢 也是这种 无领的这种 圆领的这种 呃 比赛的T恤 嗯 好 好 挑边啊 看到啊 现场嘉宾 指出B之后呢 嗯 没有看出来谁选边 谁在 谁选的是 开球 谁选的是 呃 边 一会儿比赛开始 咱们就知道了啊 这场比赛也是 会为大家 更多的去介绍一些 比赛里的场面 还有 呃 比赛当中的一些技术统计 嗯 嗯 在 罗马 这个大师赛的这战比赛当中呢 呃 呃 西西帕斯呢 是 四号种子 啊 茨维列夫呢 是二号种子 这个 茨维列夫呢 这个 怎么说呢 有时候这个叫法 有点容易习惯性的叫他小茨维列夫啊 但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 这个 现在就是 真正的茨维列夫 就是他一个人啊 他哥可能已经 不怎么打了吧 或者说已经退役了 然后 这个 嗯 看一下吧 茨维列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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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尋回赛 新铁 哦 嗯 嗯 这场比赛呢 是西西帕斯是选择了 开球啊 茨维列夫选择了场地 应该说这个现场呢 也是大太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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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帕斯是七圣 嗯 三 都不玩 都是一米九几的长人 嗯 嗯 嗯 很有意思啊 在之前一个 ATP官方的 一个一个 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 问答 问答环节 或者说是一个 采访的一个 节目里 嗯 让所有选手 去选这个 嗯 他心目中 ATP的篮球队 茨维列夫的上榜率 也是很高啊 尤其是这个 我觉得 应该是四号位吧 啊 然后 这个中锋 大家选的奥培尔卡啊 选伊斯内尔比较多啊 嗯 我看基本上现在都选奥培尔卡 打中锋 啊 茨维列夫呢 应该是一个四号位或三号位 这样一个位置 嗯 嗯 很少人选择 纳达尔和德约 啊 嗯 嗯 包括德米纳尔也 也会入选啊 比如打空外的位置啊 这样 嗯 嗯 茨维列夫的晋级路程呢 是第一轮呢 哎 轮空 第二轮呢 打败了阿根尼选尔巴茨 嗯 第三轮我还没有看到 我再看一下 嗯 没关系 嗯 这场比赛有蚊子猪啊 嗯 茨维列夫 词维列夫 哎 这个 可以看吗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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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应该说呢 这场比赛 我个人可能更看好 西西帕斯一些啊 我感觉西西帕斯 嗯 相对于茨维列夫来说更 更 稳定一些 啊 更稳定一些 我感觉啊 嗯 但是 茨维列夫 嗯 用那个 我今天要连线那个朋友的话讲呢 就是 有发球有底线 但是到了往前呢 可能就是 用武之力就没有那么大 比赛呢 现在呢 即将开始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 西西帕斯已经向球通要球了 好 西西帕斯呢 甩先开球 可以看到这个 茨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站位 站的非常远 斯蒂法诺啊 斯特凡 或者说 斯蒂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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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帕斯 上来一发着 内脚发球 发到了 茨维列夫的反手呗 茨维列夫这几回球呢 质量不高 出浅 西西帕斯 冲到半场之后 侧身的 正手 反斜线进攻 直接是打出了制胜分 15比0 西西帕斯领先 西西帕斯二区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发球 西西帕斯二区的发球是打到网袋上 来看看他的二发 二发上悬 仍然是找茨维列夫的反手呗 双方呢 现在进行对拉 在中路的纠缠 好球啊 茨维列夫是 双方 轰出了一记 直线制胜分 这个球啊 是 西西帕斯已经是 怎么说呢 这个战备已经站定了啊 哦 这个球打的球速很快 西西帕斯已经是来不及啊 这个 脚步已经调整不到位了 15比15 应该说开场之后啊 也是 双方打的也是 嗯 节奏很快 西西帕斯 一区的发球找外角 这个球发长了 仍然是15平 西帕斯二发 二发仍然是找茨维列夫的反手呗 哦 茨维列夫啊 正手的侧身斜线进攻 球呢 打下网 这样呢 这个西西帕斯 嗯 30比15 嗯 嗯 西西帕斯又在尝试 发 西西帕斯啊 这机外角呢 又发长了一些 看看他二区的二发 二发呢 二发呢 应该说是一个上选球啊 啊 这个球 双方斜线直线 茨维列夫呢 是一区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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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二发有进 二发有进 这个球啊 茨维列夫是想抢一个二发 但是球呢 却没有空好啊 打飞了 嗯 这样 西西帕斯成功的爆发 双方呢 双方呢 要换边之后 再继续进行比赛 嗯 应该说 西西帕斯 除了前一两个发球 一发是有进之外呢 嗯 他的一发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啊 都是在 在考二发啊 开局阶段呢 应该说两名这种高 高水平的选手也都是在互相的 嗯 找一找这个 感觉 看看谁是那个 慢热的一方啊 好 茨维列夫的发球局 我们来看一看啊 茨维列夫 哦 一区发外角 这个球是擦网 看看他的 重新发球 仍然是有两次发球的机会 茨维列夫呢 再次尝试发外角 嗯 这个球呢 是发长了 茨维列夫到二发 二发上学 西西帕斯呢 侧过身来打正手 好 接着呢 是单反的两击抽击啊 双方呢 在进行对落 茨维列夫主动的变直线啊 调动这个西西帕斯 西西帕斯呢 仍然是很稳定的在和对手周旋 哦 茨维列夫的这个正手啊 他对这个 重心降的很低 好球啊 茨维列夫是 嗯 西西帕斯是率先选择了一个放小球的战术 把这个茨维列夫调到了往前 茨维列夫呢 也是由于奔跑距离比较长 他这个接球呢 也可以说是 呃 把球是送到了西西帕斯手里 西西帕斯的 西西帕斯呢 同样是冲到半场 采用这种反拍的这种 呃 截击的方式 把球是打在了这个单打线上 这个球呢 茨维列夫呢 不是很服气 裁判也是从座椅上下来 来查看这个球的落点 这个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放小球啊 第一下 第二下的截击呢 也是打得很 这个落点很刁 西西帕斯15比0 茨维列夫这个二区的发球是 瞄准了西西帕斯的反拍啊 上来就是一记 中炮 造成了西西帕斯反拍的这种回球出浅 呃 茨维列夫是冲到了前场 正手的制胜分啊 打 打出了这个制胜分 15平 茨维列夫一区发球 一区的一发是直接轰出来一次 这个球啊也是外角的一个发球啊 让这个西西帕斯接起来有些显得鞭长莫急 这个球是真的是非常快啊 可以看到 这个球的时速呢达到了每公里208 分到二区 茨维列夫30比15 茨维列夫的一发下马 诶 可我连线的同志怎么还不来啊 二发 啊 这个二发呢是发了双雾 茨维列夫出现了一次双雾 这样呢比分呢又是30平 嗯可以说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里 茨维列夫打的稍微是不是有些挣扎 茨维列夫在一区的发球呢是发长了 看看二发 二发发外角 哦西西帕斯也是一个长钩啊 把球救了回来 两个人呢继续在底线的底线拉锯 茨维列夫是率先上网 给西西帕斯制造压力 这样呢西西帕斯也是反开回球的时候 把球打到了绑带上 啊球没有过去 嗯 30比40 茨维列夫呢在茨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是落后一分啊 也是 对手 有一个局点 看看这个球 茨维列夫二区的一发 二区一发有劲 茨维列夫这个 发反 发向了西帕斯反手 接着呢西西帕斯回发之后呢 茨维列夫是 正手 侧身正手的反斜线 打了一个回头 这样是茨维列夫 有惊无险的 饱发成功 两个人呢是在手盘比赛当中 一比一战平 下面是西西帕斯的发球局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发球局 西西帕斯会怎么打 西西帕斯 那叫发球 哦好球啊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值得 不过呢 茨维列夫在这个发球之后呢 向裁判提出了挑战 但是裁判又从座椅上下来了 走了下来啊 裁判示意西西帕斯的一发是出界了 那么呢这个球是要再发啊 应该是二发啊 西西帕斯采取上榜的战术 哦 但是这个球啊 被这个茨维列夫抓到机会 穿越了 茨维列夫是率先调动西西帕斯 紧接着呢 是一记反拍的这种斜线回球 也是球速非常快啊 穿越了这种跑道往前的这个西西帕斯 0比15 西西帕斯落后 西西帕斯二区 二区的一发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 西西帕斯二区的一发是 发下网 看看二发啊 二发有劲 两个人呢 在中路呢 继续对抗 嗯 这个时候呢 这个茨维列夫是 出现了主动的进攻失误啊 他双反的回球是 打到网带上 15平 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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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好嘞 我不是让你换个头像吗 喂 喂 听见了 喂 嗯 听见了 听见了 你听得见吗 好 回来坐 可以是吧 来来来来 哎 好好好 这个双方呢 马上是要进入到第一盘的第一个局间休门 目前是在西巴斯的第二个发球局里 西巴斯40比15领先 一区的内角发球 调动茨维列夫 两个人呢在斜线展开了对拉 看看谁先主动变线啊 感觉这个茨维列夫呢 反拍有点吃亏啊 毕竟是单反 这个茨维列夫呢 不是 西巴斯帅先 帅先的单反直线变线 球呢打到网带上啊 又是让茨维列夫追了一分 40比30 西巴斯仍然是 有一个局点的优势 我看不出力的 可以了 可以换眼睛 可以换眼睛 这个哪儿 是权检电属 哪个盘 会记得更多 现在呢 这个双方是一个40平的状态 这时候西西巴斯是 发球占线的一方 我也是国际信号 没错 我刚才又刷新了一下 现在对吗 现在他在二发对吗 西西这些然后二发是吧 对对对 那一样一样 好 这球 西西巴斯呢 是率先的放出了一个小球 然后茨维列夫呢 跑到往前之后呢 应该是想眼神做一个假动作 不看这个球 然后呢放一个斜线 但是球呢是打下了 这样呢西西巴斯是成功的爆发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2比1领先 茨维列夫 你可以说我 我在所有平台都 我在 我现在是 123456 我现在六个平台 别说名 就直接说比赛就行 好吧 然后可以大点声啊 我吗 对啊 你说小什么 我自己觉得有点小 如果我要戴耳机 可能就不小了 但是如果是 对 因为毕竟是好几个平台嘛 然后如果大家都听见这声的话 可能还得稍微大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好 其实我卖已经TDG很近了 没事没事 然后你呢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人的这个进击过程 好吗 就是比如说第一轮啊 第二轮啊 第三轮啊 然后一直走到了半决赛 好吗 行 稍等一下 我现在 因为你给我出这个声 手机发出来 我想出来调一下 然后待会咱们再手机点一下 行行行 行 我知道了 可以 哇 59个人看啊 好棒啊 让我没想到啊 21个 一人在线 24个 这边是 多少个不了 比赛继续进行啊 茨维列夫的发球局 上来呢 齐奇帕斯的这一季 正手的侧身直线 是打出了戒 就让呢 茨维列夫是在自己发球局里 15比0领先 茨维列夫 二区的一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发是 发的比较深啊 茨维列夫接下来有些困难 茨维列夫接下来有些困难 茨维列夫连续是反排抽击啊 两个人呢 是反排队上了斜线 茨维列夫 帅心变现 放小球 茨维列夫 冲到往前之后 正手的一推 这个球呢 又是推下了王 感觉呢 这个球 茨维列夫的变化比较多啊 不像这个茨维列夫 可能更模式化一些 打的这个 更 就是底线 更多啊 茨维列夫 接发球 站得非常好 现在双方是15平 茨维列夫 这个发球 一发是 长出了 看一看二发 终端研发部 茨维列夫 茨维列夫 这个接发球 接得不错啊 两个人啊 现在 哎呦 两个人是 几拍的较量之后 西西帕斯的 正手 击球 把球打飞了 这个球 感觉是 脚下没站住 30比15 茨维列夫呢 领先一分 茨维列夫在二区的 一发是 发那一脚 西西帕斯 其实回的 落点还不错啊 茨维列夫 主动的 上手进攻 这个球 是打长的 太长了 打的 30平 茨维列夫 这个 这么打的话 不是很稳定啊 感觉 就像我赛前 说的那样 我可能更看好 西西帕斯 这一方 因为西西帕斯 相对于 茨维列夫来说 他的球 可能更稳一些 这个球是 西西帕斯呢 出现了一个 下榜的失误 这样是茨维列夫 40比30 把球打出了界外 40平 这个 就像我说的那样 我觉得茨维列夫 没有西西帕斯 四十分 四十分 看看西西帕斯 有没有机会 茨维列夫 这个抛球失误了 飞乐 飞乐八方 飞乐八方 是吧 您好啊 您好 飞乐八方 看一下 茨维列夫 一区的一发 一发错区 这个后面的这个边财 那这底线裁判呢 赶紧躲了一下球啊 这球砸上一下 可不是 可不是开玩笑 茨维列夫 二发 二发上悬 还是很有质量啊 西西帕斯 回的质量也很高 西西帕斯连续是 呜 侧身正手接球 这个球呢 西西帕斯出现了 一个反拍的回球失误 这球呢 打出了底 打长了 打出了底线 但是这个球是 由于是对手呢 给自己的这种 造杀伤啊 造成自己这个脚下 脚下移动不到位 呃 自己是 丁冠说是没有摔一跤 但也是亮枪了一下啊 所以呢 这个回球没有质量 呃 茨维列夫 发球战线 但是他在二区的一发呢 是发长了 看看二发 二发怎么样 茨维列夫的二发 二发是 发上悬啊 哦 这个球也是发的很有质量 呃 紧接着呢 衔接着呢 衔接着呢 衔接着的是 茨维列夫的发球上网 这样呢 茨维列夫是在往前啊 呃 往前 反拍 劫死了 这个西西帕斯的正手 抽击 爆发成功 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 是战成了2比2 下面是西西帕斯的发球局 呃 R9是吧 你好啊 这个视频是有版权的 不能放啊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其实也是 就聊聊天啊 在网上 利用这个有比赛的时候 要不然现在的疫情也出不了门 也没工作 也没求交 是吧 就是聊聊天嘛 嗯 这个会向大家多介绍一些 比赛的情况 还有 呃 双方的选手的情况 还有技术统计 如果你要是愿意看的话 你就看啊 好 西西帕斯的发球局 第一分啊 可以说 哎呦 打得也是 很胶着啊 西西帕斯都上网了 高压球没打死 哦 茨维列夫的防守反击很见效 茨维列夫呢 是通过自己顽强的防守啊 呃 拼下了西西帕斯 发球局里的第一分 刚刚呢 他是救了 他挽救了 一个高压球啊 这个球呢 是打得很深 让这个西西帕斯 退到了后场 紧接着呢 西帕斯的回球呢 质量不高 呃 茨维列夫抓住机会 侧身正手直线进攻 打出制胜分 西西帕斯二区的一发出界了 两个人呢 在比赛开始之后呢 嗯 进行一个中路的四五拍的较量 这个球呢 茨维列夫又是率先的正手发力啊 把球是打下宝 嗯 十五评 西西帕斯呢 在自己的发球局里 相信应该还是 嗯 还是挺稳的啊 西西帕斯相对来说 因为毕竟 我还是更看好西西帕斯一方啊 西西的一发 其实从第一个发球局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西西帕斯的一发呢 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啊 西西帕斯二发 二发这个上旋有点浅 嗯 不过这个球呢 是造成了茨维列夫的回球失误 三十比十五 西西帕斯领先一分 这个球茨维列夫 打出界 是不是也是因为脚下有一些亮枪啊 我看是脚下好像没站稳啊 被绊了一下子的 嗯 西西的一发发那一脚 有了 这个球 西西帕斯往前 哇 西西帕斯是率先有变化 但是呢 嗯 他的这种 放小球啊 没有给茨维列夫造成杀伤 而是反而是让茨维列夫 抓住了机会之后 冲到往前啊 双反的一记 嗯 斜线得分 嗯 嗯 嗯 怎么给茨维列夫 嗯 这样呢 茨维列夫就是 三十比 三十和对手呢 目前是一个平局的状态 今天呢,我邀请了我的朋友啊,然后段大师和我一起聊球 然后呢,这个他呢会向大家介绍一些比赛里的技术分析和双方选手的这种表现 小姜还是小弯?小弯是吗?小弯不打牌了,打完牌了 嗯,奇奇法斯自己出现失误,这样呢是自己的发球局没有把握住 和崔列夫是一个40平的状态 我听着你好像在说话,但是听不太清楚 是吗?现在清楚了 嗯,清楚了 嗯,声音比刚才也大了 嗯 奇奇法斯呢,利用对手的下网呢,现在是发球阵线的一方 第一盘比赛呢,是双方2比2的一个状态 现在呢,奇奇法斯呢,有机会收下自己的这个发球局 啊,奇奇的这个内脚发球啊 哎呀,又是出现了失误 奇奇的内脚发球呢,发的还是不错 但是呢,慈悲列夫接的很稳 这样呢,球 奇法斯回这个接发的时候啊 把球打出了边线,单打线 嗯,双方呢,现在是 嗯,双方呢,现在是 又是回到了40平 嗯,双方呢,现在是 好,西西西这个一发 是发错区了 看看它的一区的二发 哦,很悬 哦,球啊 奇奇法斯是主动的上手调动 茨维列夫 先是攻对手的反派 接着呢,又是侧身的打直线 攻对手的正派 就是两个方向啊,调动对手 最终呢,是 茨维列夫有些边长莫及啊 这样呢,西西法斯是再次获得了这个 翻球战先 比丘是吧,比丘好啊 这个,一直都是没画面啊 有画面不是有版权吗,是吧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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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好球 嗯 西西法斯呢,抓住了机会 一个回头的抽击 最终呢,是 成功的,饱发成功啊 这,这局打了5分57秒啊 这个,西西法斯的这个发球局 这样呢,双方第一盘比赛是西西法斯3比2领先 双方呢,目前是进入到了局限休息 来,段大师可以介绍一些相关的数据之类的 啊,想聊什么都可以聊 刚才那个那个,信息出现是吧 嗯 行 行,稍等一下啊 我去去看一眼 行行,不着急啊 对 呀 嗯 是的 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汪不会打网球?不会吧?会打牌吧?怎么着?今天陪安胜的人打牌打得怎么样? 应该说呢,现场是工作人员给这个红土厂在喷水啊 军队休息过后呢,比赛呢将继续进行 是茨维列夫的发球局 茨维列夫一发就找向了西法斯的反手 当然这个球呢 西法斯的单反回头这两眼挺高的 造成了茨维列夫回接发的时候 把球打成了 茨维列夫呢 目前是0比15 茨维列夫发内角 这个球有质量啊 但是西法斯接发球也是很深 让这个茨维列夫没有主动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是 茨维列夫是终于是压迫对手啊 这个造成了这个西法斯的回球出钱 这样他是冲到了往前 一记高压 打出制胜分 15平 最后这些高压打的被人保险啊 防止复刻德式高压 德式高压 今天晚上就能看到德式高压了 今天晚上小德是要打 德鲁 下一场 对挪威人德鲁啊 现在有一个 现在是正有一个电影啊 放出来叫北欧人啊 应该也是就是类似于那个 挪威啊 瑞典兵党那边的那种 北欧的 不是吧 跟我没关系 你看我这儿 有人互动说 又笑话我德啊 没笑话没笑话 反正 说实话就这四强的话 也就是德约更厉害一点 你说奥运会冠军 想挑战德约 很难吧 不意外 毕竟跟阿尔卡拉斯打的 非常贴心 是 那段大师你看好这个 你看好这个谁啊 你看好这个 你看好这场比赛 你看好西西巴斯 还是 看好这个 小慈 紫辈啊 这两个还真挺难说的 因为上次 马尔利拿着赛 当时就是他俩碰的嘛 然后当时 就是他们俩 也是半决赛 当时我看好西巴斯 因为我觉得 西巴斯拿过 蒙卡的冠军 我觉得他和路上打了闹剑一样 但是呢 小资感觉最近心理状态调整也不错 关键时候也没有掉链子 所以说 非常 真的是非常非常接近 大家从前几场 就是前几局比赛也在看出来 嗯 每一个发展 每一个发展局都打得不相手 嗯 嗯 总共来说 嗯 可能 我想想啊 嗯 昨天 西巴斯打的这个选手比较 稍微费点劲 嗯 状态最近应该不是最为了 嗯 那我说的话 可能还是小资的机会 更大一点 行 挺好 挺好 这个 咱俩正好相反啊 因为我是觉得 我倒是可能没有看那么多啊 我就从基本面上来看 我还是觉得 呃 西巴斯可能打得更 更稳一点啊 感觉他这种 而且相对来说变化更多一点 那毕竟单盘嘛 他没有 没有更多的选择啊 所以我更看好 茨维烈夫 哦 不是 西巴斯一点 嗯 嗯 真的很不适合 他们两个 我觉得打法都是比较 扎实的 嗯 偏底线打法 是 第一盘比赛呢 用时了34分钟 双方是3比3 嗯 你说 嗯 我就说 小 就是底线对冲 嗯 然后打此为止 然后西巴斯 一用单反 他就 自带这个切削属性 然后 他偶尔也会放下球吗 刚才也看到了 对 他的变化会多一点 所以说 主要还是取决于 小资的手感吧 嗯 是 毕竟奥运会冠军啊 也是实力雄厚啊 不管怎么说 也是奥运会冠军 哈哈 哈哈 我觉得韩 就是很早以前 虽然 有一个奥运会冠军 叫鲁赛特 其实小资 在大本冠 嗯 从没赢过 世界千尺对手 但是人在其他大赛上 可是毫无手软的 哈哈 是 这个 现在是西一把四的发球局 他在发球局里 是拿到了第一分 15比0 然后二区的一发有进啊 然后在 接回发的时候 主动变现 这个球打出进 15平 这个球 是想抢那错 但是打得太早 所以歪了 今天这样 你们去花园 你们去了吗 去了呀 去那边 看了一天呗 看了一天呗 嗯 嗯 看了他们怎么骄 嗯 看了一天呐 那边主要是 那个环境是比较恶劣一点 说脏吗 就是说 嗯 对就是主要是流蓄太 流蓄太多了 哦 毕竟失败了 这环境不舒服 这能理解 那个你知道吗 就是 你知道他今天早上 说让你们去玉花园的时候 我以为你们要去原生树 也是附近一小区 我不知道你知道 他不认为你们要去那儿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啊对 他说七月份的时候 会收那个场地 我不知道 哦 没有没有 就是 昨天下午 我们就过去看了一眼 然后 那个都 哥说让我们今天 嗯 是 就是说 核酸了呀 我这我这有一个朋友 跟我们 还问我呢 说核酸没核酸 从这个 四月多少号开始 说要做核酸开始 我只有一天没做 其实其他都做了 谢谢您关心啊 目前呢 双方是在西巴斯的发球局里 是三十平的一个状态 这每一局发球局 双发球都打得非常费劲啊 嗯 对 都是挺接近的 视频还是很接近的 嗯 嗯 这可能主要也是跟双方一发 进球率比较低 嗯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反正我这边看的话 我这边看的话 这个 嗯 西西的这个一发 稍微差点 好 看着 西巴斯呢 主动放到球是 球下网了 我这边有人跟我互动啊 这叫 这叫 嗯 我这边有人跟我互动啊 这边这个叫 齐天大胜 258啊 这 这朋友说 就说我啊 说我这水平有 三点零了吧 呃 对对 有三点零 有三点零 然后呢 也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 和您 呃 切磋切磋啊 如果可以的话啊 有三点零了 有三点零了 十年前可不止三点零了 破发了是吗 没有啊 嗯 对 破发了 这个 擦网之后 嗯 擦网之后 一个不归的弹跳 然后 西西巴斯没有反复 嗯 西西巴斯是在首盘比赛中 率先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 这个 可以说是 三十平之后 西西巴斯自己的这两分 这两个球啊 没有处理好 嗯 这样呢 是 紫维列夫抓住了机会啊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是 率先破发 四比三 在过 经过这个局间休息过后呢 这个将是 紫维列夫的发球局 这个 怎么说呢 顶级选手对抗呢 就是 嗯 一旦发球局被迫啊 这个 整个 这个一盘的 走势 就 会 倾向 这个破发的一方啊 嗯 来我们初空介绍一下 二位选手的竞技力程啊 嗯 好 嗯 这个 这个紫维列夫的竞技路程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因为 嗯 没有打一些名将 第一轮打的是 嗯 西巴斯汀 有人打的是迪米 都不太好打 所以他进入过程也比较艰辛 江教练,你这边刷新一下 我感觉我这解说比你快了几句话 什么啊现在 应该好点吧 决签休息过后呢,比赛呢 继续进行 茨维列夫的翻球局 茨维列夫一区的一发 一发有进发内角 西西法斯反派扛这一下呢 球呢打的有些浅 这样茨维列夫呢是 冲到半场 把球呢是 一记斜线抽击 制胜分 15比0 紧接着呢,茨维列夫 又是在二区轰出了一阶S 30比0 好 这也是茨维列夫 今天这场比赛 红终的 第二阶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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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维列夫 是主动的 差的有点多 这个侧身的反斜线啊 把球打出了沾打线 这样呢 它是丢掉一分 不过呢 仍然是30比15 领先西法斯一球啊 刘金海944是吗 谢谢啊 谢谢您关注啊 我们来看看比赛啊 茨维列夫 二区到二发 二发应仍然是上线球 但是 这个球有点浅啊 两个人在斜线呢 进行对落 茨维列夫主动上手进攻 这个球是 侧身啊 这个正手斜线 把球打下网 这样呢 就让西法斯是 追成了30平 还是说稳定性 我还是觉得西法斯 稳定性能更高 哦 好球啊 30平的情况下呢 这个茨维列夫 在一区发出了一记 高质量的 发球 这个球呢 是发向了西法斯的 反手费 西法斯的回球是 初戒 这是一个 发球之乐啊 茨维列夫是 40比30 呃 有一个局点 27再轰一个S啊 内角S 呃 这样呢 茨维列夫是 饱发成功 呃 第一局比赛是 哦 第一盘比赛是5比3领先 这个网球大叔又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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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西法斯 这个一发 发的球很 球发的很深 直接是 发球值得 茨维列夫呢 这个接发球的时候 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西法斯二区的一发实际上 是这个内角发的还是很有质量 不过呢 茨维列夫这个回球回的非常深 应该是正好是落在了西法斯的脚边 这个球西法斯呢 再反应的时候就有些打晚了 球是被他打打飞了 这样呢 15平 嗯 刘敬海944是吧 您好啊 我是 我多大了哈 我43 嗯 我打网球多少年了哈 嗯 23年 西法斯呢 目前是30比15领先 不过呢 在二区的一发是发错区了 看一看二发啊 二发是发上旋 发内角 接着呢 西法斯主动上手进攻啊 哦 回头球啊 回头球是 对 打得相当漂亮啊 40比15 西法斯是 在自己发球局里是 获得了两个局点 哦是吗 那咱们还同岁哈 嗯 是吧 啊 那个 您叫 您叫刘金海是吧 我知道好像有一叫白金海的哈 是 华尔星空的以前 然后后来去搜狐了 不知道现在在哪啊 西法斯呢 成功爆发 这样呢 第一盘比赛用时了46分钟 嗯 应该说这个局间休息过后呢 将是 这是紫维列夫的发球盘局 顿大师你是怎么看啊 对 这个第一盘的比赛 感觉西法斯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机会非常大 因为资源店伯特的吸引数字 都有多多 而且他的发展就是经常在关键时刻掉链 所以还真不好说 可不可以说奥运会冠军也是减的呀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比赛还多了 他说要抱双大 要把自己累着了 是 嘚嘚呀 是不是 不嘚嘚的话 怎么着也金大师了 但是他再想拿奥运会冠军 可太难了 对呀 拿着咱俩够了 还想再拼双大 结果音乐也没拿着 而且我其实小刀包的还是个魂刷 嗯 哦 是吗 他太咄嗓了 对呀 对 他没有什么必要吗 嗯 是 好 接下来要考验小刺的发球了 嗯 崔列夫的发球省盘局 看看这第一个球啊 好球啊 第一个球是一个外甲啊 这个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落点 造成了西西法斯的 就是一个发球之德 西西法斯呢 没有把球接过去 15比0 资维列夫呢 领先 资维列夫呢 领先 想拼一个内甲 但是这个球呢 虽然发的很深 呃 但是确实是出界了 哎呀 崔列夫二发的上旋 造成西西法斯 把球打飞 这样呢 是崔列夫很轻松的 就是30比0领先啊 没有吧 所以列夫呢 又是用好的发球啊 建立了优势 嗯 来到往前之后呢 也是节肌 最后呢 最终是也是西西法斯自己的失误 嗯 40比30 资维列夫三个 盘点啊 只要一发进了 就什么都好说 嗯 嗯 资维列夫又是一个 外角的发球之德啊 造成了西西法斯回球下榜 这样呢 第一盘比赛 资维列夫就是用时了50分钟 6比4啊 率先拿到了第一盘 然后段子时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双方技术统计吧 要是可以找到了吧 资维列夫 好 我去查一下 好 好 我去查一下 好 直接看吧 资维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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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比4领先 然后非常分手末 西西法斯和小资十二个 算是差不多嘛 资维列夫已经领先了 比赛了四分 因为双方的发球局都打得比较胶着 除了最后一局 其实就差最后一局了嘛 最后一局小资维列夫送了西西法斯一个 所以是只好比他多到四分 也应该这一局完比赛 他双方还是很接近的 嗯 嗯 他从发上看来 小资维列夫的一发进球率和一发对方率 都远高于西西法斯 这也是他第一发主要的 获胜的主要原因 嗯 但是西西法斯二发领求率还是高一些 嗯 是比他一发也会比较高 这也是挺反常的 是 是 是 嗯 西法斯一发真的 就可能也跟小资维列夫的战略有关 嗯 对他可能是想抢西西大罚 嗯 导致自己事物比较多 是 对所以说光看数据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嗯 大家还要几个实际情况去进行分析 嗯 小资如果能保持这样的发球和体现状态的话 我觉得法法还是能有一战之力的 嗯 造成一定危险 嗯 反正还是得看到自己吧 嗯 嗯 嗯 最大的问题就是状态不太稳定 唉 状态不太稳定啊 没法说啊 等到时候那个有了那个原生树的场地 我估计大人你们就会去的比较多了 就是他失败了 就是 就离那块挺近的 离那个雨淮岩挺近的 都在一条街上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即便 即便不在一条街上 就离那绿地也挺近的 据说是七月份收过来啊 行没事去哪都行 对对去哪都行 反正就是今天你得感受一下 你要真是比如说像一口气干十个小时 就是早酒到晚就这么干 中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你也得适应 因为就是这行就是这个特点 对 因为 对 想多挣就多干嘛 对对对 你看我这同时开六路 然后 有四路的那个网络不错 但是有两路 就是最重要那两路 特别卡 可能是不是也跟手机有关系 我还真不知道 就那两路明显就是非常卡 就那两路明显就是非常卡 比赛呢继续进行啊 这个第二盘比赛开始了 这个第二盘比赛开始了 西伊帕斯的发球局 一区的一发发外角 这个是一个发球制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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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西伊帕斯呢 是15比0领先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么卡呢 啊 嗯 嗯 西西的 一发下网 这个二发我们来看看 二发发内角啊 上学 最近造成了 茨维烈夫回球出界 嗯 哦 是西伊帕斯 失误吗 哦不是 果然是 还是茨维烈夫失误 现场这个字幕啊 给错了啊 西伊帕斯 30比15 嗯 嗯 应该说这个球 刚刚这个 茨维烈夫 在对方这个球 打飞之后 就是自己丢分之后 又 又补打了一下啊 我感觉这种情况 其实很很容易 是打到人啊 因为就是在业余比赛的 就比如说双大比赛吧 呃 经常是喜欢有一些球 是无效的球 也要再轰击一下 嗯 这种打到人的这种情况 也是经常出现啊 但是是挺不提倡这种行为的 西伊帕斯 一斤败角 A4 这样呢 40比15 嗯 啊 什么 没听见 嗯 我没听听 啊 我就是 接着你刚才的车嘛 嗯 嗯 就是小资他的 球品不太好 嗯 嗯 呃 西伊帕斯呢 是利用一记 外角A4 收下了第一盘 呃 第二盘的第一局 这个怎么这么卡呀 我擦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 是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 是 他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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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讨厌啦 比较讨厌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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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路我都不想关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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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是 火焰是谁来着 想不起来啦 呃 是不是 忘了 所有 呃 赛维列夫是又逼出一个迫打点啊 刚刚嘻屈帕斯 这季 正手的侧身攻 看看这个球是 哎呀 嘻嘻巴斯也是 很沮丧的表情 那个火焰要不是连个线吧 火焰 火焰 不穿不 regime 西西巴斯面对对手的破发点 二区的一发是找向了内角 接着呢是一个上网 这个球上网截击的这一下打得很深 这个茨维列夫在底线勾球啊 正手勾球把球是打下了网 应该说这个球是造成了这个茨维列夫的被动啊 西西巴斯刚刚这个上网战术也是影响到了对手的心态 这样呢又是一个平局 看来这局很有可能是第二盘比赛的关键局啊 也是比赛的第二盘比赛的分水岭啊 西西巴斯外角的偷袭S球啊 是让自己啊处于了一个战线的状态 火焰火焰是谁来着 忘了不就最近联系过吗 我真忘了啊 那么要不然连个线也行啊 火焰不是 西西巴斯刚刚呢二区的一发出界了 二发呢二发有今是上悬 西西巴斯的反拍直线进攻 接着又是一个上网 哎呀这个球啊 茨维列夫脚成针块 双方呢再往前形成了较量 不过这个球呢是西西巴斯最终是 他这种反拍的回球啊 是挂到了网袋上 最终呢又是一个平局啊 应该说这个发球局打得很纠结的话 两个人 正常来讲 这一局比赛就是双方的 这一盘比赛分水岭 好球啊 茨维列夫呢双反的 斜线抽击出界 这样呢就让 西西巴斯是再度 取得一个发球转线的状态 西西巴斯再次上网 这次终于是结局成功啊 把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最终呢是第二盘比赛 西西巴斯用了八分钟的时间 八分零一秒 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第二盘比赛呢 西西巴斯是三比零领先 茨维列夫 在这个局间休息过后 将是茨维列夫的发球局 叫诺亚什么 诺亚 也在北京 你看看 叫 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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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FIRST 挺棒的啊你们都 你们这都是英文名啊 真棒啊 挺好挺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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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得我连啊 呃 不让连啊 火焰 火焰 没有 黑鲁 是哪个鲁鲁啊 是那个学员吗 怎么会这么卡呀 我就纳闷了 嗯 局间休息过后啊 比赛将继续进行 目前西巴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 三比零领先 茨维列夫 茨维列夫呢 呃 上来 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 啊 真在是茨维列夫的发球局 你看 天 这个 怎么会这么 这么卡呀 我就纳闷了 这是为什么呀 什么原因啊 嗯 不懂 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茨维列夫 一区 看看啊 哎呀 这个发球啊 嗯 嗯 嗯 西西巴斯啊 拉开了架势 供茨维列夫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发球分 呃 这个发球局的第一分啊 嗯 裁判呢 是茨维列夫 十五了 十五平 现在 西拉斯呢 将一分主票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这个人和人交往就是怎么说呢 你还是你说你不顺着谁的心情谁都不高兴 就是这么回事就是怎么说呢 你要是能忍你就顺着点别人的心情 你要是忍不了那就那就就只能是咳了 当然我这也是开玩笑 双方进行这种反派的交流 这个茨维列夫是死钉这个西西法斯反手 毕竟西西法斯是单反 茨维列夫主动的上手进攻 这个球呢他侧身的正手抽击 把球打下网 这样的话呢就是三十平 茨维列夫在自己的发球局里似乎又有一些动摇啊 茨维列夫一区的一发发败脚 这个球衔接了一个发射 这个球呢确实西西法斯是在移动中接球 这个球的质量不高啊 给了这个上网的茨维列夫捷技的机会 茨维列夫也是轻松的是收下了这一分 四十平三十 茨维列夫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获得了一个局点 茨维列夫在接对手的一发时候 把球是打出了戒 茨维列夫是成功的爆发 目前第二盘比三是 茨维列夫三比一领先茨维列夫 手盘比三 茨维列夫是六比四胜出 这怎么回事这个 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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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维列夫 茨维列夫在自己的发球局里打的也是相当稳啊 前两分都顺利的拿到了 三十比零 看来这边到不了啊 还是到一百人呢 到不了 行不行我也下了 有些失望 没办法 太可怕了 没办法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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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